1月16日,德国网球民宿德约科维奇的前教练贝克尔谈到了出战2022澳网的唯一巨星纳达尔,尽管纳达尔在去年经历了惨痛的一年,殷商失去了法网第14冠,还错过了温网、美网和东京奥运会,不过纳达尔在2022年迎来开门红,拿下了墨尔本250积分赛桂冠,为澳网取得佳绩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对此,贝克尔一针见血地指出,只要纳达尔还活跃在网谈,哪怕有一丝机会,他就从来都不是黑马,而是夺冠大热之一,我觉得他潜意识里再次拿下法网是肯定想过的,但是他现在要出征2022第一项大满贯,这次他是轻装上阵。 贝克尔还强调,其实纳达尔备战并不理想,因为他上个月刚刚得过新冠,不过我相信在大满贯前两轮里,没人愿意碰到纳达尔,他是绝对的超级巨星。 他可以拿到第21座大满贯,所以这也是我认为他前来出征奥网的原因。 贝克尔虽然是德约的前教练,但他能够抛开私人关系公正评价其他运动员,这一点很难得。 纳达尔虽然已经35周岁,竞技状态和鼎盛时期相比差了一些,但他的斗志,顽强,经验和底蕴,是梅德维德夫,自维列夫等后辈无法比拟的,只要比赛还没结束,纳达尔就会全力拼搏,用尽全力去赢得战斗。 这种精神对于任何对手都是一种摧残。 考虑到德约科维奇无缘本届奥网,一旦奥网冠军被纳达尔第二次拿下,西班牙人将以21座大满贯成为史上拿下大满贯最多的男子选手,三巨头的历史地位也将重新改写了。